随着北伐军向北推进 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势力不断壮大 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 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 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 不能说农会坏 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 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 没有人敢说半个步子 在农会为了一之下 土豪猎身们 头等的跑到上海 二等的跑到汉口 三等的跑到长沙 四等的跑到县城 五等以下土豪猎身崽子 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城里的工人纠察队也纷纷武装抢了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 会议在报了庭 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主导下 把国民党右派张静江 胡汉民 吴志辉等排除在中央机构之外 决定不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等于是解除了蒋介石的这两项职务 将蒋降为普通委员 蒋感觉不妙 遂与胡汉民为首的右派结盟 蒋准备与武汉分手 1927年4月初 汪从法国一回到上海 就被蒋介石、李宗仁等接去密会 蒋主张排额 分共 汪在回国途中刚会晤过四大门 他表示反对 吴志辉向汪下跪 央求 蒋表示将通电支持汪复职 汪勉强同意分共 但强调党纪法统 被斥为坦共 5日 汪与陈独秀发表告额阳党同志书说 国民党最高党部会议之一决 已是全世界 绝无有驱逐有党 摧残公会之势 呼吁额阳党 万兮各自省察 汪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 汪孔有变 怕被蒋等劫持 当晚就不辞而别登船赴武汉而去 4月12日 蒋介石下令二生六军解除工人纠差队的武装 解散上海总工会 清除共党分子 华界租界一起动手 几天内杀害工人共产党员三百多人 逮捕陈延年等一千余人 4月15日 李基深在广州亲共 杀害消除女党 抓捕两千余人 4月18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胡汉民任主席 宁汉分裂 武汉国民政府宣布 开除蒋介石党籍 撤销职务 国民革命军 由中央军事委员会 直辖 号召革命军人和民众 将蒋 拿解中央 按反革命罪 条例惩治 李大钊河北人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回国后 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中共创始人之一 1927年4月6日 张作霖派军警 搜查苏联使馆 将躲入苏联使馆的 李大钊一家大夫 4月28日 李大钊等二使人被判 和苏俄通谋 李通外国 被执行绞刑 七小被释放 6月5日 共产国际代表 罗毅 要求汪兆明 在政府中增加共产党员 清除国民党右派 7月15日 为了防止中共武装夺取政权 汪权部和平分共 取缔共产党和苏联顾问 8月1日 中共发动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